Hello大家好,我是Joel小舟 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我們中國人生活當中必須面對的7件事 那大家有沒有好奇說 在美國,美國人是怎麼面對的7件事呢? 前兩天我們做了一期視頻 是關於美國人吃不吃大米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花幾期時間看看 剩下的這6件事,在美國 美國人是怎麼面對的呢? 那今天先跟著我鏡頭,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美國,美國人通常都使用哪些 食用油?還有就是這些油 在美國賣多少錢呢? 我現在所處的超市叫做Target Target是全美國第二大的評價超市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到這邊看看 美國人最常逛的超市裡面 食用油通常都有哪些類別 我現在所在的區呢 就是Target內部的 專門的食用油區 可以看到我身後全部都是食用油的櫃台 整個這邊都是我們中國人 比較熟悉的食用油 它大概分為了幾種不同的類別 像這個上面寫的是 100%的玉米油 3.78升 售價是11塊4毛9 那這個呢 是100%的Peanut Oil 就是花生油 3.79升 13塊2毛9 100%的蔬菜油 3.79升 售價是6塊4毛9 那這邊呢還有一種油 叫做Canola Oil 菜籽油 同樣是3.79升 價錢是6塊4毛9 在這邊呢 則是美國人他們通常 比較常食用的這些食用油 主要還是以橄欖油為主 在這邊的橄欖油幾乎佔了半壁江山 通常來講的橄欖油 如果是質量稍微好一些 質量上層的橄欖油 他們的包裝通常都使用那種玻璃瓶的包裝 類似於紅酒的包裝 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這是玻璃瓶 因為橄欖油在美國非常常見 和非常常用 所以呢它分為了很多的等級 那像這種 看到的Actual Vigine Olive Oil 就是它的最高等級 那像這樣的一小瓶 500毫升的 售價是7塊9毛9 也有像這種用的塑料包裝 更簡易的 這樣的一個大瓶是1.5升 價錢是12塊7毛9 在這兩個油中間呢 還有一塊區域 這一塊區域呢 則是一些個別種類的一些食用油 椰子油也是美國人生活當中的 一個很重要的食用油 一眼看過去呢 這個椰子油呢 似乎有點像豬油的感覺 是半固體狀的應該 體積是858毫升 價錢是9塊9毛9 像這一瓶呢 叫做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呢 500毫升 然後售價是4塊9毛9 除了我們剛剛常見的這一些 液態的食用油之外呢 在美國呢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種類 這個叫Budder 就是黃油 黃油呢 準確的來說是屬於奶製品的一種 所以通常來講 美國人使用黃油來抹麵包吃 根據它的品種不同呢 又分為了Sordid 有鹹味的黃油 454克 售價是5塊8毛9 旁邊的這種呢 是Unsordid 就是原味的吧 應該怎麼說 沒有任何的鹹味 售價也是5塊8毛9 好吧 這就是我們幾乎看到的 是在美國所有的食用油的品種 還有一些特別小種的食用油品種呢 我們就不探討了 那一會兒呢 我們從超市出去之後呢 我們以橄欖油為例 我們看看在美國呢 美國人通常呢 都會把橄欖油做成哪一些特殊的菜品 我們一路從超市走出來呢 現在來到洛安基市 當地非常有名的沙拉店 沒錯 就是專門賣沙拉的沙拉店 那在洛安基市呢 有很多的類似於這樣的沙拉店 很多的年輕人呢 尤其是熱愛這種健康飲食的年輕人 非常的喜歡 這也是最常使用橄欖油的一種 美國料理 這邊呢應該是 首先讓你先選 肉類 有不同的肉 然後這個是牛肉 這個是三文魚 然後這個應該是雞肉 然後到了這邊之後呢 就開始選擇不同的 然後一些蔬菜 最後呢 就可以選擇你的製作 可以選擇的草莓嗎 當然 謝謝 我可以選擇的五種材料 當然 讓我看看 豆腐 豆腐? 對 所以你知道那是一種酸素 那會有三塊錢 好 橄欖油 橄欖油 對橄欖油 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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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蘿蔔 謝謝 橄欖油本來就是一種非常健康的油脂類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沙拉的配方 現在呢他在做的這一步呢就是把它再攪拌勻 好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點好的一份沙拉 他最後使用的傑斯琳呢就是橄欖油和鹽 這多少錢? 這多少錢? 最後的總價是十四塊七毛三 好吧這就是我們今天這頓用 olive oil拌出來的沙拉 非常的健康 除了蔬菜之外呢還有一些簡單的水果 另外還有我們中國人比較常見的豆腐 今天這頓沙拉呢讓我特別差異的就是 這裡面的豆腐現在還加了三塊錢 我們一看到橄欖油呢是美國人生活當中最日常的食用 它在美國有各種花式的吃法 那今天呢我們這頓沙拉 就是美國人對橄欖油運運當中的一個最常見的菜品之一 很多美國人相信通過橄欖油拌出來的沙拉更健康 也更接近這種純天然的感覺 因為所有的菜都沒有經過烹飪 也沒有經過這種明火的燒製 所以呢保留了食物當中最天然的原始味道 我們中國人呢其實認為橄欖油是一種國來品 我們很多人可能從來都沒有食用過橄欖油 其實呢如果你有條件在家的話 不妨可以去嘗試買一些橄欖油 做一道這種沙拉 也許能嘗到不同的味道 我們說老外呢在理解我們亞洲文化的同時呢 我們不妨也去嘗試理解一下國外的那種飲食文化 也許呢你能得到一點不同的收購 好吧這基本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期的巡油之旅 那下期節目呢我們會接著來探柴米油煙醬醋茶的話呢 好我是Ju小舟一個充美的出發 帶你給我看的美食博主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在這期節目上方也訂閱 收藏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